我是一名高中女生,我被人绑架了,绑匪是一个外表有点小帅的男人,但是对方是一个大变态,半夜不睡觉,非要听什么鬼故事,还说不讲就把我杀了,为了报复,我先吓他一下,你看你身后,是什么? 我给他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太阳与月亮,小山和小文两姐弟下补习班后,老师为了安心,亲眼看着姐弟走进房门,可是小文望着老师那张面无表情的神态,吓得不轻,进屋后,姐弟俩吃吃喝喝,玩得不一乐乎, 不久后,他们的妈妈打来电话说,一会儿会有快递送过来,不要让他进屋,让他把快递放在门口就行,电话干挂,快递员就过来了,姐姐按照妈妈的叮嘱照做了,当快递大叔走后,姐姐小心翼翼地拿了包裹,但是门却没有锁好,回屋后,姐姐就给妈妈报了个平安,挂了电话,姐姐才去关门,就当姐姐关门的那一刹那,挤进来一个满脸刀疤的男子,姐姐望着一脸猙獰的男子,当场就吓坏,小女孩的力气当然低不过成年男子, 姐姐拉着弟弟就往房间里跑,并锁着门,就在这时,一个黑影慢慢地笼罩了姐弟俩,姐弟俩吓得拔腿就跑,在这黑漆漆的屋子里,刀疤男似乎无处不在,姐弟俩望着一脸凶向的刀疤男,吓得瘫倒在地,眼看姐弟都要死于非命之时,小善突然醒来,原来都是一场梦,她惊魂未定地上了一个厕所,却看见家里的盆景后面,隐隐约约有一个黑影,小善慢慢地后退,并拉着弟弟躲进衣柜里面,姐弟俩只能听到吱呀吱呀的 突然,声音没了,姐姐悄悄地瞧上一眼,弟弟指了指身后,姐姐拿手机逛一照,出现一个奇丑的女鬼,姐弟俩吓坏了,直接逃命死的,跑到楼下,望着紧锁的大门,姐弟俩大声呼喊着救命,楼上慢慢传来沉重的脚步声,到疤男,马上要下来了,突然,痴得一声,又一扇门打开了,姐弟俩硬着头皮走了进去,避免黑漆漆的一片,隐隐约约,也能看到不远处,有一个女鬼,姐弟俩吓得紧紧抱在一起,并不断喃喃道,这都是假的 我望着对面小哥,一摇一摇的,以为他睡着了,没想到他没睡着,还给我看了一包人的牙齿,想象着,自己被他强行拔牙的痛苦,我就毛骨悚然,我赶紧给他讲了第二个故事,恐怖飞机 在韩国的某架飞机上,飞机一共有76个人,两名空姐,两名机组人员,两名警察,一名变态杀人犯,表面上杀人犯很老实,实际上他早已经发现凳子下面的圆珠笔,趁着警察愣神的功夫,杀人犯先后杀死了两名警察, 并盯上正在听歌的空姐,空姐望着在自己眼前的杀人犯,吓得啊啊直叫,杀人犯拿起手中的报纸,深深塞进空姐的嘴巴里,活活憋死他,这时仅存的这位空姐发现了一切,吓得捂住了嘴却被飞奔而来的杀人犯制服,他控制了空姐,敲了敲机舱的门,副机长一听赶紧去开门,仔细听不对啊,和暗号不一致啊,他把眼睛凑过去,杀人犯直接拿着空姐头上的簪子刺下了眼睛,而摔倒在地上的空姐也醒来,捡起地上的刺到了 杀人犯的大腿上,杀人犯拔开笔狠狠甩在地上,决定先杀死机长,空姐望着被噎死的同事整个人都被吓傻了,连忙跑进储藏室,没想到那里面有一个警察,他告诉空姐,另一名警察身上有枪,空姐趴在地上慢慢地,慢慢地爬,他想着趁杀人犯不在,找到枪,谁知杀人犯摇摇手中的手枪,示意在自己手里,走投无路的空姐熄灭了飞机灯,推着行李箱飞速地向杀人犯冲过去,杀人犯被撞倒在地,一会儿,杀人犯� 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呆,空姐顺利捡到枪,一枪击中,在驾驶舱,空姐大呼一口气,表示安全,就在这时,一声枪响传来,只见杀人犯一脸真灵地望着他,我当然不会说故事的结局,只留有悬念,我才能生存,可是当我望着这个变态,貌似在切人废的时候,我吓坏了,我赶紧接着讲下一个故事,绿豆,红豆,一位圆脸妹正在整容,他不要求整得多漂亮,就是要求整成姐姐的模样,原来姐姐找到个帅气有钱的男子结婚,后妈当然不会便宜姐姐, 她要为自己亲女儿,也就是妹妹抢老公,妹妹坐在男人的对面,在餐桌下面,妹妹用脚偷偷地勾引着她,甚至在姐姐要与帅哥行房的时候,她也偷偷观看,望着价值不菲的婚纱,后妈和妹妹迷晕了姐姐,而妹妹换上婚纱代替姐姐前去结婚,老帅哥面对送上门的妹妹并没有拒绝,妹妹原本以为从此走向富贵,却不知道她要面对的是靠吃人肉维持年轻的老变态,而醒来的姐姐穿着婚纱也偷偷溜进密室,正好亲眼目睹,老变态 在分割妹妹时的神态,姐姐吓得瘫倒在地,老变态听到声响后,提着杀人力气一个屋子地找着姐姐,就在这时,变态的姑妈打了电话给老变态,姐姐逃过一劫,突然间房内的无头模特开始抖动,姐姐吓坏了,随机被后妈吵醒,姐姐想着昨晚的梦,被妹妹抢走老公也不那么生气了,这时,后妈吃着老变态送来的小菜,还叫小着如此美味,姐姐告诉后妈,这是妹妹的肉做的,后妈吓得把罐子摔碎,里面还蹦出一个眼珠子,一抬头, 姐姐也变成妹妹临死的样子,我望着变态男,企图色诱她出去,可是她根本不吃这一套,做死的捏着我的耳朵,我赶紧讲第四个故事,急救车,这是一个发生在禁区的故事,什么是禁区,就是丧失病毒爆发区域,一辆救护车在禁区驰骋,一位大妈推着女儿想上车,车上的医生看他们可怜,就拉上这对母女,一旁的护士看到小女孩手腕上的伤口,连忙抽血检验,检验结果是成阴性,医生开始准备包扎,这时,坐在一旁 一旁的母亲不时把眼睛飘向疫苗箱,慢慢离疫苗箱越来越近,就在这时,医生发现这一切,并威胁母亲,小女孩到底咬伤过没有,母亲这才说出实情,医生谎报医院没有疫苗,强行胁迫众人把女孩留在车里,护士早已看不惯这个自私自利的医生,还开枪打伤医生,随着枪响,附近的丧尸全部被吸引过来,母亲为了自保丢下疑似被咬过的医生,随着时间的流逝,护士看着小女孩的伤口似乎变得溃烂,更加明 偷偷地抽了一管血液检验,在隧道灯光的显示下,护士隐隐约约地看到小女孩好像被感染,护士想要偷偷拿到手枪,却被母亲发现,母阿的力量是强大的,护士被打晕了,可是司机在逃亡时被丧尸咬伤了,司机袭击了母亲,虽然被感染的母亲还是开枪打死了企图把女儿丢在车外的护士,所以车上唯一正常的只有小女孩,我看着趴在我肩头的变态男,想要杀死他,却不敢,只能偷偷摸摸划开了绳索,谁 谁知道这该死的手机铃声,我就成了第五个恐怖故事